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鄭政府操控選舉 可恥 林鄭政府操控選舉 可恥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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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戰之際,林鄭政府有一場政治打壓舉措,不僅是威嚇本地群體,也會進一步加深國際社會的印象, 就是香港的自由確是受到嚴重傷害,一國兩制果然漸趨消失。貿易戰火如果波及香港,林鄭必會成為歷史罪人。 香港政府因為恐懼民主改革,而DQ他認為是所謂政治不正確的政治參選人, 就企圖向香港生生不息的民主活運動潑冷水,照想白色恐怖,民主派始至迎難而上,繼續與市民並肩作戰。 我需要做這個英文嗎? 你覺得整個事嗎? 可能是一個例子,一個例子。 政府很難以阻止去阻止一個有關的公司 和一個公司的選擇 從來自於市場的選擇 tells you the decision is unconscionable and makes a mockery of Hong Ko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express our fury and our strongest condemnation now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surely very blatantly has put aside has showed all disregard all disregard for law and using its executive power to just achieve what it wants moving the goalposts and drawing its red line quite so liberally in any manner it wishes and it tells you the government has every intention to apply such new criteria not just on the next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but also on the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next year and it intends to display this all-round effort to intimidate all Democrats in Hong Kong into behaving quote and unquote politically this is despicable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oath requirement simply does not include rural village representative elections and they are now not they are now obviously not just trying to take your seat away fr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y simply would shut you out the door of any political election in Hong Kong they are controlling the outcome of any political election Hong Kongers are supposed to com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ll freedoms under the basic law but now they've literally practically put a noose around our necks and whether it goes tighter or looser is all subject to the authorities' whims amidst the Sino-American trade war we can see that what's just happened would only further convi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Hong Kong freedoms are under severe attack and that one country two system is fast fading away and if Hong Kong get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Carrie Lam will definitely prove the sinner of history in Hong Kong they're trying to wrap Hong Kong in this white terror of course by white terror huh oh okay no I'm ending okay the Democrats in Hong Kong we will stand firm and we stay chin up and we'll fight on thank you thank you yesterday all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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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釋法已經是十句爭議 而104釋法 完全是沒有提及到 這個鄉村 的選舉,它提及的 包括主要官員,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以及 一些司法界的 包括法官 一句都沒有提到,是鄉村選舉 如果你看政府 公告,鄉村選舉 的代表的資格,只需要 他居住鄉村 超過六年 他有五個選民,21歲以上 其實完全沒有 容許政府在這個情況下 利用思想政治審查 政府 躲在這個選舉主任 做出這些 惡劣卑鄙的行為 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製造白色恐怖 思想的控制 令到所有將來的香港 無論是小到 鄉村,一些小型的選舉 去到立法會的選舉裡面 都是受到限制 將一些他認為是不想 被他去 就職的所有的市民 拒尊門外 大家都見到香港現在 一個極之危急的情況 香港的所謂 最優的貿易地位 或者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是建基於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如果在這次的事件 再一次暴露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是名存實亡的話 我看不到 我們有什麼能力 捍衛香港的經濟地位 特區政府 或者受到中央政府的疏擺 控制去做這件事 但是受傷的是所有的香港人 不要怪將來 香港已被取消 這個重要資格的時候 大家一起受苦 因為要怪就怪林鄭 她的政府 以及背後的中央政府 好 當我們說我們在基本法當中 是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 我們社會是尊重這個 資訊流通 尊重這個新聞自由的時候 其實最核心的良度就是 有不同的意見 是否容許 在公共空間的討論平台上出現 也容許就是 每一個香港市民 能夠提出我們的不同意見 港獨 在我們在在 現在所有的同事 其實都很清楚 表述了我們的意見 包括了朱開迪先生 朱開迪議員 都說了我們不同 亦反對港獨 但是現在政府在整個處理當中 就是 就算我們個人 去準備和不同的意見 展開辯論 他都不打算讓我們這樣做 而是要我們 是將這個 討論的基礎 消滅於萌芽 我覺得這一個 是絕對 絕對是違反了 是言論自由的一個最核心的理解 而特區政府 是將現在這條紅線 由過往 說的是 104條釋法當中所指的 是主要官員 立法會議員 大法官 這一類的 我們叫做 政治的組織 一直延伸 去到 今次的 鄉村 鄉村委員會的選舉 換言之 同樣 在明年的區議會選舉 這條相同的紅線 都會是應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更加明顯地 赤裸裸地 使得我們的社會 要將某一個言論範圍 劃下禁區 這個做法 其實一定會損害了 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也損害了我們應該有的核心利益 在這個基礎上 我是促請特區政府 他一定要 一定要 改完疫次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只是 會令到 群眾 市民 對特區政府 是會產生更大的疏離 有更大的一個 不滿 就算你能夠 表面上壓下去也好 這一股 不滿的情緒 是會以各種的形態 存在在社會當中 這個是會絕對 無助於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無助於修補社會的 對立的現象 所以 我在這一處 促請特區政府 一定要在這件事件上 要改完疫次 也不可能 對於特區政府的選舉主任 作出這個判斷的時間 仍然用一種逃避的態度 去應對 這次DQ的事件 再一次其實是一個 對於香港的 一國兩制制度的一個 大大的削弱 這種情況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們看到 就是整個我們的居民 任何居民都有選舉的權利 這個選舉權利 在《基本法》第26條 很清楚地寫了 而第26條 是屬於第三章 即是居民的基本權利 在這一部分列出來的 所謂憲制的基本權力 是不能夠隨隨便便地被剝奪的 更加不可能被行政官員 被一位選舉主任 這樣去剝奪的 如果你看中國的憲法裡頭 有關選舉權的取消 都要依據法律 由法庭去處理 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這個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方法 來處理香港的議員 又或者村代表 任何的選舉 這個做法 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是削弱香港的一國良制 我們一定是反對 就這次DQ 我有兩點是非常憤怒的 第一點 我覺得 政府 竟然是用一個行政手段 去解釋《基本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絕對是不合理的 亦是破壞了一國兩制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這種行政手段 是說違反了一個基本法的 所謂的國家不可以分離 亦是引用了這個做法 來去DQ議員 不過很可惜 今次的鄉村選舉 跟這個基本法 是完全拉不上關係的 為何要這樣做呢 第二點我想說 就是今次被DQ 是一種政治的剝奪 政治權利 來的 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 因為剝奪政治權利 不准參選 這是什麼呢 是差不多引用了 中國大陸的法則 進來香港 這是很明顯的 香港的自己一國兩制 這個做法 完全被破壞了 崩潰了 這是非常令人憤怒的 而第三點 我更加覺得很離譜 就是選舉制度 是很過分 因為為什麼呢 你突然DQ了的人 想上訴 想呈呈有沒有機會呢 是完全沒有機會的 你等到別人選完 甚至可能你任期完了 你才可以上法庭 才可以呈呈 最多都是可以下一屆 這個來說 也變相剝奪了 這個參選權利 這個政治權利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在這三點來說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懸崖立馬 應該要重新檢討所有這方面的事情 否則 香港這個民主體制 一國兩制 是完全破壞了 主要我想說 就是今次DQ朱海迪參選川代表 那條紅線 越劃越過 是有兩個意義 一就是 除了我們 這個 所謂 在選舉裡面 要 效忠 基本法 和特區之外 就要 很清楚地說明 我們的 反港獨的立場之外 還要去到 反對其他人 鼓吹 港獨 這個 那條線越劃越過 但另一方面 這次也是第一次 超越了 基本法104條 裏面所說的 受規限的人 那 現在的規限 就去到一些 其他選舉 將來的規限 會不會再劃到一些 未必是正式選舉 可能是其他一些位置的人 甚至一直這樣劃過去 這個是很危險的 就是我們會不會去到 有一天 就是我們讀書 註冊 要 就是有一個這樣的 宣誓 顯示我們是效忠的 我們會不會 選頒獎 又要有一個宣誓 我們 拿任何的一種身份 申請這個護照 又要不要去到宣誓 這條線一直這樣劃下來 已經根本不需要守法 法律沒有規定 法律沒有給這些權力 甚至是限制政府的權力 政府都可以隨意 越劃越過 這個是香港人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人民力量陳之全 我想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想回應一條問題 我想一人間 或者這幾天也有很多人問的 就是 朱海迪今次參與鄉郊代表選舉 都被DQ 都被取消參選資格 在未來 進步民主力量 他要參選 是不是會越來越艱難呢 怕不怕 2019 2020 是參選 會被DQ呢 我的答案是 你不能害怕 怕又怎樣 不害怕又怎樣呢 怕 是不是就是 要做乖 或者假裝乖 去搏 那個選舉主任信你 而讓你去入閘參選呢 我相信朱海迪議員 今次參選鄉郊代表 也有想過這件事 究竟是提心吊膽 想著2020 可不可以參選呢 還是主動 去爭取自己的參選權 如果他是這麼無理 這麼無恥的 就讓這件事 讓全世界人看到 這個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方向 第二件事 我想回應一個 今天有一個 所謂資深大律師 是打了一個比喻 衝紅燈的比喻 他說 難道你第一次衝紅燈 抓不到你 第二次衝紅燈 抓不到你 你又再衝紅燈 現在抓你 就是搬龍門嗎 這樣 這個真是荒天下之大謀 過馬路 或者開車衝紅燈 要扣分要罰錢 是很清楚的法例 很清楚的 但是現在 所謂參選權 那些紅燈 是任他舉 任他樹在哪裡 本來已經在你家門口 現在在你的嘴邊 都有紅燈 在你的腦裡 都有紅燈 香港人 要有參選權 被選舉權 投票權 是不是要看著這盞紅燈做人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想這樣 大家好 我是新聞主同盟 范國威 朱凱迪參加鄉郊代表選舉 被褫奪參選的資格 這個絕對是白色恐怖 思想的審查 香港人不能夠放棄 不能夠麻木 不能夠當 黑夜來到 我們就閉上眼睛 對公義看不見 當寒冬來到 當白色恐怖來到 我們變得麻木 變得習慣 變得甚至為北風 是去解說 港獨 是政府 一個稻草人的策略 目的當然就是要打壓 政治的意見 民主派 反對派 在議會裡面 在鄉郊選舉裡面 是去揭蔽 監督政府 施政失誤 官商鄉黑 利益輸送 這些政治問題 大的問題 大家不要忘記 昨天12月2日 是11月25日 剛剛好一個星期 為甚麼 我們請香港人 不要麻木 不要冷感 不要將有發聲機會 射到海 就是因為 如果香港人放棄 我們不發聲 我們不站出來 是去講真話的話 政治情況 政治形勢 在香港 只是會變得更加惡劣 這個公冊會 陸仲雄議員 已經蠢蠢欲動 說要褫奪 要檢視 朱凱迪議員 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他自己本身 對國際政治的知識 常識 是缺乏 大家想想 當我們越受打壓 在議會裏面 民意代表 立法會 民主派 反對派 的數量 是越少的話 好像在今次 那樣 他們就可以 立刻 透過 對朱凱迪議員 繼續進行追殺 民建聯的李慧琼 就說要想想 因為大家知道 他們去到這一刻 都未足夠 足夠的票數 是在議會裏面 再繼續政治追殺 但是我只是想 跟香港人說 當我們變得麻木 變得冷感 前景 只是會更加惡劣 所以我們要挺身而出 我們要繼續為民發聲 就是這個原因 就像朱凱迪那樣說 在制度裏面 為什麼要守著這條戰線 也是這個原因 不單止是要彰顯 一國兩制 議會的政治 議會的監督 是必須的 我想各位市民 真的要記住 搞政治鬥爭的正正就是 香港政府 以及民建聯李慧琼 甚至你看到工聯會幾個代表 不斷地來到去重複 說要恥奪 朱凱迪議員的資格 這些就是掛著搞政治鬥爭 不管民生的人 是不是 任何的政權 很想和大家說 國際的常識 都告訴大家 你去將所有的反對派 不讓它融立在政治體制裏面 必然會帶來更加大的社會不穩定 我相信我們整個民主派 將來要面對 將來要面對 急需我們要想一個民主運動的路向 不但只是關乎於國際的路線 例如怎樣來到去和不同的社會遊說 包括了香港美國政策法 獨立關稅區怎樣維持 是不是一個條件式 就是說如果政治權利 香港人是受打壓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來處理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 甚至是我們來提出一個草案 或者一個建議 修例的建議 就是來講究竟正確的選舉條例應該怎樣做 一定不會是由選舉主任主觀地判斷 一個人是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 這個是完全錯的 我希望我們未來的日子 能夠和香港市民一起 找出這個未來的民主運動路向 是很感謝這麼多位同事對我的聲援 我相信民主派是有一個光譜的 都幾闊的 但是這件事上面 大家只要細心去留意那個選舉主任的回應 它事實上不僅是說到底你是否支持港獨 其實它那條紅線是說要令到我們不可以繼續保護香港人有的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 我記得在之前香港民族黨被保安局取締的時候 我們民主派都是共同一個立場 就是就算我們不同意某個政黨的主張 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會走回頭去支持保安局這個取締的決定 外國記者會的例子也是一樣 現在你看到當特區政府加上保皇派的議員 在北京的推動之下 他去將這種人人都要做思想警察的邏輯 就套進來香港 首先當然是針對政界的人 但是進一步來說 一定是令到所有香港人都要面對同樣的困局 所以我很感謝各位同時今天來到聲援 因為我們不只是保護自己 某一個人某幾個人可以繼續參政的權 事實上我們在打這場仗 是跟香港人最根本的言論自由相關的 關於跟選舉主任的書信往來 或者他的決定 我的立場我已經說了 我很希望我們在未來這段日子 民主派起碼我認為有三條戰線 是很需要守住的 第一條就是輿論的戰線 你看到現在無論哪個都好 工聯會、民建聯一定會出口術 以至於有實體的行動 去將這件事情扭曲成為 用湯家驊的說法 就是這個什麼衝紅燈 後之強就簡直是 強姦 用這些很惡俗的比喻去扭曲這件事情的本質 所以我想整個民主派都需要把握這個機會 不要讓這些歪理是佔上風的 我自己一定都會去努力爭取在所有的平台去把這件事情說清楚 第二條戰線當然就是議會裡面的戰線 剛剛歐樂軒員提到 我們在議會裡面有什麼可以做呢 當然一方面就是進攻的可能 第二方面就是要怎樣防守 現在李慧琼說他要做基本法的行為筆檢 引用基本法去考慮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怎樣好好把握議會這個戰場 守住這條戰線 當然你會問他會不會有其他的司法行動可以去做呢 這個我可能要請教我在法律界的議會裡面的同事 第三其實又跟那個剛剛那個九龍西的補選有關 因為事實上現在有一個難處我認為 就是市民未必會知道 朱凱迪你一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你不可以選村代表 有什麼大不了呢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這些 不是你選不選村代表 可能是我關心的房屋問題 或者諸如此類的問題 在這個環節上面 我想我們真的要 落回去不同的地區裡面 去爭取民心 爭取民心 不單止是說 要他們立即去明白 我這個村代表 選舉的資格被剝奪的問題 可能我們要同時間 去令到香港市民 整體對於民主派 或者對於民主運動 我們有一個民主 自由 開放 平等的社會 爲什麽 是跟我們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更加好的社會保障 更加有尊嚴的未來相關呢 我們一定要打好這場民意戰 民心戰 才能夠在未來的這些政治打壓裡面 是站得穩陣腳 那我很希望可以跟各位同事去思考 可能短期裡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麽去回應 以至於未來長線來講 怎樣去打這場仗 好 或者回應多一點點 李慧琼說 不排除考慮 恥絕你議席的那個恐嚇 你會不會還有多些說 我主要就是 想提醒這些同事 就是大家在過去的兩年 基本上都是朝夕相對的 如果它忽然間 就好像想起 我原來是一個 不適合 所謂叫港獨珠 我有個新名叫做 即如果你忽然想起我港獨珠 那跟著你又 現在才知道 原來我有責任要檢舉你的 那他們實在太遲了 動作實在太慢了 因為按照現在 習近平北京的標準 就應該要 看到有這些嫌疑的人 要馬上拍桌 奮起去指責 以至採取任何行動去制止 那他們希望做任何行為的時候 因為以免自己出醜 就希望他們想一想自己 過去的兩年 為何是不動聲息呢 是否等著元朗的信據主任 就是指揮回頭 就要做這個行為呢 這個是他們自己想的 OK 您的願望向香港的立法 是越來越法律的法律 法律的法律 不在這個法律 我們恐怕這個廣告 可以越來越多 如果香港人承認 這件事發生於Eli Zhu 今天 我幫你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比你剛才說的更難回答 就是他問保安局取締民族黨這個決定 你贊不贊成 我覺得這一條問題就是難回答 但是你說自決是不是港獨的選項呢 我想對於民主派不同的同事 他是本著自己的政治立場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想現在這次的核心就是說 他不是說跟港獨相關的立場 其實他是變相是踩我們基本言論自由的線 民主派就是民主派就是一貫就是 帶著這個核心價值自由主義的想法 就是就算我不同意你 我都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 我們現在這個立場 是可能被挑戰的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相關的問題 對於整個民主派來說 首先你那個就是假設的問題 暫時沒有假設的答案 還有是兩年後的事 但是你說你支持自決之餘 認不認為港獨是一個自決的選項 如果他是逼你這樣答在2020年的時候 那麼我相信我們民主派的同道 就會各自表述 他們從來沒有這麼說過 自己有自己的立場 又或者他在這兩年內 會有一些心思上的轉變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你第二個問題 你說在議會是怎樣可以回應 李慧琼的疑似恐嚇是嗎 那麼我看過那些數字 假設他們認為 現在的議會立法會議員的人數是67人 即是說是陳淑莊和邵家俊 因為在法庭應訊就不在席的話 他們仍然需要44票的 但是我看不到他怎樣有44票 雖然這個是 不是他需要45票 但是當然我們仍然要擔心 會不會有任何中間一些的人 就走了進去等等 我們會拭目以待 當然沒有 我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不是 不是我們民主派陣營 是我以… 不要這樣拍我真是 我是說是建制派之內 如果有些自己扮了中間路線的 會不會有一些走斬呢 所以這些數字暫時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的 我想先補充一下 再加一句 其實這些選舉已經在發生著了 我說的是我那時候的補選 我的對手就一直一直在問這些問題 而我也不排除 未來2020年是會這樣 但我必須要提醒各位傳媒朋友 這些做法只會令到香港的選舉變得愚蠢化 就是當很多市民期望大家去說民生政策 很多事情怎麼改善的時候 那些建制派的人 就不斷地不斷地問這些問題 是令到那個論壇啊 那些什麼輿論是很低質的 第二就是耕狗化 就是那些候選人問了一個問題 最後那個結論是什麼呢 根本就是希望你去說了一些 不適合的說話 然後來去DQ你而已 那是絕對不可取 以及絕對是不應該的 如果我是打擊陳文文的那個觀點呢 主要他爭論的是 到底鄉郊代表 或者進一步區議會 這些選舉是不是會 用同樣的標準去做政治審查 那我主要考慮就是 第一就是 我如果要打的話 我是不是針對打這個觀點 還是我要打關於 他現在去說說 這個自決作為 港獨作為自決選項 是不是就等於 不擁護基本法 這個內涵 那這個法律上的問題 另外我也要考慮一下 那個資金的問題 那法律開支的問題 因為 之前其實 梁國雄前議員 他面對 官司 我記得他都 就算拿法援 都有相當大的分擔費 那這個都是 我們在 團隊都會在 未來的 我到一月之前 會考慮的因素 我認識到 我認識一下 我認識一下 香港的影響 香港的影響 還有 香港的影響 香港的影響 都做得到 所以 你覺得 我認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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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媒體 公司 我認識一下 這個事件 我認識一下 我告訴他們 這次是 一個例子 香港政府 不支持 香港的 共產黨 保持 香港人的 香港的 國際 包括 美國 大家 要注意 香港人 在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它是适合和适合的 我们认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共产党 认为我们需要我们的联系 要知道什么要做 他们看到的事情 我认为它是自己的独立 和自己的关系 对香港自由的独立 这实际上影响了他们的意义 在香港,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 well 所以我认为是很严重和厉害的 我们政府认为 他们需要我们 认为我们的意义 和法律在香港 我必须说,当它来到 社会的观点, 香港政府是玩的 之前,他们做得很明显 他们的选择 要禁止 Edy Chiu 之前的设计 对川普和 Xi Jinping 这个选择 被认为明显 以后来明显 以后来明显 所以这个是 比较厉害 我们将努力 帮助 可以掌握國際掌握國際掌握 最多是可以掌握國際掌握國際掌握 什麼行動? 在審議或在國際掌握國際掌握國際掌握 總共,在 LegCo,我們會嘗試做得到最好 我剛才忘記了說 我已經加入了一會辯論 這個星期五的內會 李慧琼要求討論 朱凱迪這件事 星期五又看看李慧琼批不批准 什麼的 另外我們當然可以在立法會這裡 我們仍然有民主派的同事 是未抽到做議員議案的 輪到他們抽到的時候 可不可以將這件事成為議案的題目呢? 第三,可能機會會微一些 但仍然要試一試 就是在政制事務委員會 我們可以提出要求有一個公聽會 要求香港市民 我們民間團體上來立法會說 他們對這次事件的看法 而在國際上 基本上你不可以自己跳出去說 請CNN來訪問我 是要別人來邀請你的 當然就會跟國際記者的朋友提一提 有件這樣的事 但我理解朱凱迪已經是 面對一連串這些訪問的邀請了 好,差不多吧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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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